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战的时候一些英国诗 主要是两个英国诗人 Sigfie Sassoon跟Wilford Owen 这两个是最有名的一战诗人 但在讲诗之前,我们来先讲一战 因为一战的重要性你要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它不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 第一次小规模机械化战争是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半岛战争 第一次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是美国内战 但是当然如果你不是美国人的话 你就没有感受到那个机械化的战争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是在机械化战争之前 就是毛枪 毛枪是什么东东呢 首先金玉的枪支,它的枪管都有螺线 螺线,然后它的子弹是 算是半土人嘛,你知道子弹形状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子弹藉由螺线出枪管的时候会旋转 旋转的话它就可以射得更远,因为它可以穿透那个空气 另外呢,子弹后面为什么是平的呢? 因为它里面有弹药嘛,那个扣机,扣下扣机之后 那个hammer,我忘了中文叫什么,会敲子弹的后面 然后一敲,因为压力的关系,火药会爆开,然后子弹就飞出去了 毛枪这些通通都没有,毛枪就是一个铁管 那后面有那个撞击,敲,hammer的部分 但是,火药,弹药你必须要自己加 然后呢,它铁管没有螺纹 然后子弹是圆形的,球形的 所以呢,第一,所谓的上膛 这个动作就要耗你几分钟时间 你要先拿出一包弹药撕开来 小心翼翼的从枪管前面倒进去 再拿筛子把那个弹药往后塞 然后你再偷出一颗子弹丢进去 然后再拿筛子把它这个塞进去 然后呢,你才能够开始使用你的这把枪 很好时 再来,因为射不远 所以,其实同时段的 如果有人是一个很强的弓箭手 其实弓箭的射程都比毛枪还圆 所以当你看到就是,譬如说 如果你看过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 他们的战争画面都是两排的士兵 成直线,然后两边越来越接近 然后最后一刻才开枪 这就是因为毛枪射太,就是射程太近了 如果站太远了,你子弹打到人家也不痛不痒 但是你又不能等到这个敌人太近 因为如果他们先开枪的话你就中弹了嘛 所以以前的这个战争 被死亡就在你的头上选择 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个人体验的战争 这根本跟那个上古时期拿着那个长枪 然后弓箭,然后刀剑下去 像那个三国无双砍来砍去 那个根本就是同一个世界 所以这样的战争观就是 什么男子汉去上战场啊 然后夺得荣耀的胜利 然后充满光荣的凯旋归来 然后有英雄 然后这个有将领这个提起士兵的士气 具如此类的这些想象 但是到了一战 机械化的战争就完全不同 一战有长枪,有机关枪 甚至到后期有坦克与非常粗糙的那个飞机 在这样的战场上 人命根本不值钱 你那个 比如说加特林机关枪 它已经不是一颗一颗的子弹 它甚至不是一盒一盒的那个弹夹 它是一长串的子弹 然后你藉由旋转那个把手 让它一直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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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们参与一战 上战场之前 还是充满这种就是浪漫 怀旧的战争想象 但当然就是开战以后不久 就是士兵们跟将领们都知道 就突然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知道这差别有多大吗 英国的士兵 在一战之前 他们的制服是鲜红色的 因为要能够区分敌我 但是因为一战 太明显了 很远很远就射得到 就知道是英国 英国人 敌人一看就知道 在那里就射得到 所以英国士兵穿鲜艳的制服 就是死了一大半 他们赶快就更改制服的设计 如此大的就是观念上的差别 所以战场上的人知道了 但是因为还是要打仗 不能让就是家里的人知道 不能让就是没有一般平民知道 是如此残酷 所以当时就有什么新闻禁令啊 报警啊 摄影镜啊 全部都禁止 一般人民对于一战时机情况 最直接的理解都是来自于诗 文学 那个时候小说还不是主流的文体 主流的文体还是诗 尤其是短诗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两位诗人 他们的影响力不只是文学造诣很好 他们在历史上也伴随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因为一战是这样的战争 甚至有学者说 这个是西方讽刺官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对于一切不再那么单纯的看待 这样的观念是从一战来的 因为政府是如此不愿意透露战争的真相 不单不只是政府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些诗会写到 将领跟士兵之间也充满着矛盾心态 好 第一个诗人 Sigfried Sassoon 这个人 他最近其实西方有一部传记片出来 台湾之后不晓得会不会上映 他英文叫Benediction 那大陆就直接造翻 就祝祷 祝福的祷告 但是台湾之间翻成 我的心怅然若诗 诗句的诗 提名就不管了 但是那个导演是蛮厉害的 他专门就是拍一些知名文员的专辑片 拍得非常好 我还没机会看 但是你没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 然后把英文片打给你 他叫做 Benediction 好 他是 就是历史影响最重要的 英国一战诗人 比较有趣的是 他 本来不是个诗人 他是 就是重担住院的时候 遇到我们等一下看的第二个诗人 Wilford Owen 然后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他才开始写他的一战诗 一战他活过来了 他撑过去了 他没有战死 但是后来因为他是同性恋 婚姻不顺利 那最后为了缓解内心矛盾 他加入了罗马公教 就是所谓的天主教 他是英国人 英国的国教是英国教 英国国教是新教派 但是他回归传统 到加入天主教去了 然后最后就是 晚年呢 变得非常保守的人 然后写一些很传统的诗 所以他身为一个文员 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一战的诗 我们来看这一首 应该是这首吧 我看一下 我选了五首 都是短的 对对对第一首 The Rear Guard The Rear Guard Rear Guard是压后的士兵 压轴的士兵 然后他这边给我们一个 确确的时空 Hindenburg Line April 1917 A Line 是一个防卫线 所以这个是Hindenburg防卫线 我看朱师说什么 在法国西部 这个Hindenburg是德国人民 所以这个就是敌人设的防线 我先把它念完 然后我再慢慢讲解 Groping along the tunnel step by step He winked his prying torch with patching glare from side to side and sniffed the unwholesome air Tins, boxes, bottles Shapes too vague to know A mirror smashed The mattress from a bed And he Exploring fifty feet below The rosy gloom Of battle overhead Hipping, he grabbed the wall Saw someone lie Humped at his feet Half hidden by a rug And stooped to give The sleeper's arm a tug I'm looking for headquarters No reply God blast your neck For days he'd had no sleep Get up and guide me Through this stinking place Savage He kicked a soft Unanswering heap And flashed his beam Across the livid face Terribly glaring up Whose eyes yet wore Agony Dying hard Ten days before And fists Of fingers Clutched a blackening wound Alone he staggered on Until he found Dawn's ghost That filtered down A shafted stair To the dazed Muttering creatures Underground Who hear the boom Of shells in muffled sound At last With sweat of horror In his hair He climbed through Darkness to the twilight air Unloading hell Behind him Step by step 我每次读这些事 都是快哭了 真的写得太好了 好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 他是押后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军队 就是整体已经 这应该是向后退 他们 他们撤退了 所以只留 押后的士兵 还在敌人的防线里面 他必须要想办法 跑回 那个 西边去 那这边显然就不是整个军团 他就是一个人押后 他一个人要找 找路回去 所以他现在 He's groping along the tunnel 在地下洞里面 在试图 这个 用 Gropes 用手在抓 所以他就是用手 在摸索 这个寒洞 一步一步的 他用他的手电筒 Torch 是英式英文的手电筒 今天也是 A prying torch Pry 人本的意思是 掰开 这边的意思应该是 Prying eyes 窥视的眼神 所以他把他的 手电筒的光焰 比喻成窥视的眼神 他窥视的手电筒 他用手一遮一放 一遮一放 像在眨眼睛一样 Wink 为什么呢 就是怕说地下洞有敌人 他尽量保持 就是不要被发现 With patching glare 所以这个光线出来 这个glare是光线 它是一片一片的 它不是连续的 因为它一遮一放 一遮一放 所以patch就是一片 这个原本是衣服的 补丁的意思 就是那样的形状 一片一片 From side to side 东照西照 然后去闻 那个不健康的空气 习博 这边指的是罐头 箱子 瓶子 太过模糊 无法辨别的形状 这边就是给你看 他手电口照到什么东西 摔破的镜子 床上的床垫 所以没有床 只有床垫 那在当这些东西之中呢 就是他 地下50尺 在探索地下50尺 那地上是什么呢 地上 在他的头上 这个战争 的 Rosy Gloom 这边形容的是 那个 天空的颜色 Rosy 红色的 Gloom 是 忧郁 抑郁的意思 那这边形容的是 没有阳光的 叫什么 阴天 对 这么不好 不好意思 有带红色空气的阴天 所以不是好天气 上面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正面的意象 给他希望 都没有 下面在 在这个洞穴里目所 上面在打仗 这个Rosy 其实它是一个伏笔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边 Dawn 日出 在古希腊史诗 荷马史诗里面 日出 都是Rosy Dawn 红色的日出 所以他这边就是把外在世界 用这个红色的日出来做比喻 做一个意象 好 半岛了 他赶快抓住墙边 他看到有人躺在那里 Hump 是那个就是 整个身体弯过去了 所以他是 身体就是对折的 躺在那里 躺在他的脚边 一半被毯子遮住 Rug是毯子 这个通常是地毯的毯子 然后呢 他就蹲下来 拉了这个睡眠者的手臂 拉了一把 to give him a tug 或是我们英文用动词 to tug at 就是拉一把 拉一下 然后跟人家说 我在找总部在哪里 没有回应 然后他就骂了人家一声 God blast your neck blast就是这边是 呃 叫什么来着 诅咒 你的脖子 你的脖子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上帝诅咒你 骂人家一下 为什么呢 括号解释 他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睡了 所以他看到人家睡得这么熟 我就很气 然后人家又不愿意回他 你赶快给我起来 把我带穿过这恶臭的地方 当然stinking不一定是恶臭 他有可能只是骂 呃 在骂人的词汇 说就是这该死的地方 类似这样子 不过当然也是一个很臭的地方 他上面讲的嘛 空气不健康 你赶快给我他妈站起来 把我带离开这里 他很蛮横的 踢了他 但是他踢到的是什么呢 柔软不达腹的一滩 所以踢到这东西 他就把他手电筒照过去 照到什么呢 猙獰的面孔 很恐怖的向上注视 而那个眼神还带着 10天前 残死的痛苦 而那尸体的手 抓着像是握拳一样抓着 clutch是抓着 已经黑坏的伤口 所以好不容易 好几天没睡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 结果是个尸体 独自一人 他亮腔的前进 直到他发现 欲出的 魂魄 从 一扇阶梯 过滤下来 就是光线从上面照下来 但是他在地下50尺很远 所以他只看到一扇 这个阶梯 Shaft原本是挖矿的 那个矿工下去的 那个垂直的空间 那他说这空气过滤下来 因为记得空气很差嘛 所以可能空气中看到一些尘埃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看到的虽然叫做日光日出 但是已经弱到根本像是他的魂魄而已 没有真正的光 这个光的魂魄 而这个光透过这一扇阶梯 向下过滤到哪里 到这个昏迷的 难难自语的这些动物在地下 他讲的就是自己以及其他在地下的士兵们 他们在地下听到了 大弹的爆炸声 但是听到的是轰轰声 Muffled是有那个叫什么 有灭过阴的 它不是那种爆破性的爆炸声 是轰轰的远 就是隔了五十尺土壤的那种爆破声 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在描述 这个地底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 上面看到的光线 微弱的像光的魂魄一样 在地底下的人都迷茫难难自语 像动物一样 然后只不过一直听到上面的爆炸声 终于 头发带着恐惧的汗水 他爬穿越的黑暗 到了黎明的空气中 一步一步的在他的后方卸下地狱 就是脱离地下的那个状态 就像是把地狱的那个元素 一点一点的留在身后 所以这样的意象 跟传统充满光荣荣耀的战争 你看差多远 没有人与人的对决 只有一个已经蝉死 十天前就蝉死的尸体来回应你 地下也不是人过的地方 地上呢 也没有你容身之处都在就是爆炸 这是何等的地狱啊 好那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一开始要给你这个确切的时空地点 这个东东 这个防守线 给予不给差别证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单纯就是 一个士兵在地下 然后迷路了 可是 他首先标题跟你讲 这个是压轴的士兵 再来他跟你讲是压哪边的走 他要穿越的是什么防卫线 这告诉我们说 他给我们一个具体实存的一个感觉 他不只是虚拟出来的 就感觉一个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士兵 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而另外对于理解一战的而言 你给他防卫线 他大概就知道 他要压轴的那个战争 惨况如何 他要回去的那个兵团位置有多远 他还有多少的路要走 所以 单纯加一具时间地点 就可以让整首师 从一个单纯的 抽离的描述 变成一个非常具体 对于战事的批评与抨击 这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一个士兵 当然是啦 是一个随便想象出来的士兵 可是加了这一句之后 感觉不只是一个随便想象出来的士兵 而是一个活生生 有过这经历的一个士兵 知道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 这一首诗 你们有问题或想法吗 我们来看第二首 The General 江军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he General said When we met him last week On our way to the line Now the soldiers he smiled at Are most of them dead And we're cursing his staff For incompetent swine He's a cheery old guard Grunted Harry to Jack As they slogged up to Aris With rifle and pack But he did for them both By his plan of attack 好 我们来看这首 早安早安 将军说 当我们上个礼拜 要往前线走的时候 遇到他的时候 他说 现在呢 他当时微笑面对的那些士兵 大部分都死了 而我们呢 在骂他的幕僚 根本是没用的猪 Swine是猪的意思 To curs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这边其实跟As一样 To curse someone as something 骂 把他骂的 就是骂成猪 说人家是猪在骂人家 那Harry跟Jack说 他这老家伙可开心的呢 这个是英国俚语的 Old car 就是老家伙 他这老家伙可开心的呢 那他用这个 说这个动词 grunt 就是像是哼了一声 充满不齿的口吻 而他讲这句的时候 他们两个正在 缓慢的 困难的 爬去Aris这个地方 而身上带着长枪与背包 Aris是什么呢 什么地方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是战争 大部分时间前线就在这里 所以他们去的前线 不是说这边打胜就可以往前推 而是整个战争 基本上这边就僵战 就是两边僵在这里 一直把人命往前丢 但是没有前进 所以是一个死亡之地 而确实中间换一个观点之后 He 这边是将军 因为前面在骂将军嘛 所以但是将军呢 他的进攻计划呢 等于是给他们 对他们报仇了 to do for someone 在这个英国里语里面 意思就是把人家解决了 把人家害到了 所以他将军的进攻计划呢 反过来也害到他们了 但是他这句话 是用主动语气在写的 所以意思似乎是说 将军刻意执行这样的进攻计划 要把骂他的士兵给害死 这种是另外要注意的地方是 他除了俚语之外 他非常的口语 most of them are dead 那个them都说起来的 所以他这个语气 就是要把你 直接带进这一群士兵之间 你等于是在听他们 这个大发议论 在抨击上司 然后这个 对于士兵的刻画也比较鲜艳 你听到他们讲话 就像是见到他们缘一样 然后这样的画面全部出现之后呢 最后一句就是 但是他们都死了 所以这样的结局也是非常震撼的 而且中间有一点就是反凤 不是反凤 凤刺 跟那个伊底帕斯一样 cosmic irony 宇宙凤刺 我们 或是可以说dramatic irony 戏剧性凤刺 我们知道他们会死 但是当他们往前线走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是被将军害得 莫名其妙死掉 所以我这一首诗要问的是 这首诗讲的好像是 将士在针对士兵 这样的这个角度 这样的立场 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就是我一开始有讲嘛 这是全面机械化战争 大部分的军队都还不熟悉 所以作战策略也过时了 作战的想法跟工具武器干嘛 通通都过时了 所以很多很多的一战战役 都是白白浪费了士兵的生命 士兵们 他们 当然就是 不晓得上面是真的笨 还是刻意在笨 所以这边呈现这两个观点嘛 先是骂人家是没用的猪 但是师本身就却说 将军把他们刻意害死 这两种观点都放在这里了 藉由把读者跟士兵 放在同一边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 士兵对于将士们的 不满跟愤怒 这么浪费人的生命 士兵的生命 而且见到士兵的时候 还能够开开心心的到早安 还对人家微笑 所以这种事要带出的是这样的氛围 他要刻画的就是士兵们对于将官们的不信任 然后将官们对于士兵状况的可以说无知 或是可以说冷感冷漠 一战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跟传统战争什么团结一致啦 然后将军带领士兵 提振士气 然后一起杀出去 一样完全相反 其实不同的两个世界 好 这首诗或这个问题 你们有想发表想法 或是要提问的吗 没有 没有 好 谢谢 我们看下一首 Glory of Women 女人的荣耀 You love us when we're heroes home on leave or wounded in a mentionable place You worship decorations You believe that chivalry redeems the war's disgrace You make us shells You listen with delight by tales of dirt and danger fondly thrilled You crown our distant ardors while we fight and mourn our laureled memories when we're killed You can't believe that British troops retire when hell's last horror breaks them and they run trampling the terrible corpses blind with blood Oh German mother dreaming by the fire While you are knitting socks to send your son His faces trodden deeper in the mud 所以这个角度是 士兵在向着 家里的女人跟母亲 在说话 当我们是英雄的时候 休假回来 你非常爱我们 或者是当我们受伤 是在一个能够 说得出口的地方 就是不是属性部 私密部位 而是比如说手啊 脚啊之类的 你也爱我们 那当然就是不可能 所有的伤 都是在这种 可以说得出口的地方 所以从第二行开始 就已经有带出一点 风势的意味了 你们崇尽 你们崇尚 殖 Decoration 这边是指 殖章 你们相信 歧视精神 能够 这个 挽回 战争的 羞辱 也就是说 需要打仗 就是一种羞辱嘛 就是都不能好好谈 一定要打起来 但是如果用歧视精神 去打这个战争 那也可以是一场好战 这些女人如是想 是这个 家里的女人如是想 你帮我们制作弹药 弹 弹壳 子弹 这应该是炸弹 秀是指弹壳 对你帮我们制作弹壳 一战的时候男人都去打仗了 所以很多工厂工作是女人来做 二战也是 你听得非常开心 听什么呢 被充满 这个 土 跟 危险的 故事 土 当然意思就是挖好工嘛 就成天 呆在土里面 这些故事呢 非常 Fondly是开心的 Thrill是感到惊悚 刺激 所以有点像是 讲这些女人 是在听戏一样 这些战争的故事像是在看一个演出一样 那Crown 原本是皇冠 这边是冠上 或是可以说称战 你当我们打仗的时候 你称战我们远方的热亭 因为战场很远嘛 而当我们战死的时候 你挨到我们 上了桂冠的 记忆 就是说 在你的记忆当中 我们是 冠上桂冠的荣耀 桂冠是以前奥林匹克 古老 上古时期的奥林匹克竞赛 第一名头上会带桂冠圈 桂冠业 所以这是一种表达荣耀的方式 表现荣耀的方式 所以就是战死的时候 你们的回忆里面都是一个 都是充满荣耀的这些 你的男人 你为这些充满荣耀的男人在哀悼 你无法相信 英国的士兵居然会 retire 这个其实 这个是个委婉词 retire是休息 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retreat 撤退 那为什么撤退呢 就是因为败了吗 retreat我打给你 撤退 你无法相信英国士兵居然会撤退 当地狱最终极的恐怖 把他们给这个 break 把人就是毁了吗 精神上毁了 破坏掉了 那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讲 受创吗 就是终于撑不下去的时候 而他们因此落跑 跑的过程中 脚下踩着 trample 脚下踩着 那些可怕的尸体 blind with blood 他放在最后面也是很有意思 可以说正在落跑的士兵们 眼中都是受伤 流血都是血看不清楚踩在哪里 所以才踩尸体 也有可能在讲说 这些尸体们 这个已经闭上眼神了 也因为受伤 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明目 看到的也都只是血 所以这首诗 从第一句到这里 全部都是正面的 有没有 什么什么提示精神 然后受伤都是可以讲出来的地方 说了这个战争的事情 都是当作故事听 然后打仗充满热情 然后死得有荣耀什么的 无法相信居然会撤退 但是到了第十号 到了第十号开始 戳破了上面的这个假象 战争根 战争根本是地狱 最终极的恐怖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还有谁不跑 踩着人家尸体也要跑 最后三句 不只是戳破假象 还去回应 那上面讲的是英国的女人嘛 British troops 但是下面却对德国的母亲说话 啊 德国的母亲在 或卢边 做梦 你们边梦想着 然后边在缝织袜子 要送给你们的儿子 当然就是战场上的儿子 而在此时呢 他的脸已经被踩的 深陷在泥沼里 就是上面踩的那个尸体 所以前半 讲的是英国人 因为这是英国人写英国诗给英国人看 那为什么后面三句 第三题 为什么要以德国的母亲结束呢 一方面 他也要让人 意识到 战争不只是个游戏 你杀的人 也是有母亲 在等着他归来 另一方面 也要让人知道说 应该这样说 就是从传统上打仗的时候 都会把敌人丑化 去人化 说人家是野兽啦 野蛮人啦 然后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啦 什么什么的 其实现在也是啦 你看美国就是去中东打仗的时候 有多少的反伊斯兰 或是恐伊斯兰的 恐穆斯林的行为出现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去人化的这个媒体形象 因为这样子去刻画敌人 你的士兵才比较愿意 去把人家杀了 所以智琢斯其实在对抗的是 这样的刻画过程 他让英国的读者 深深体会到 政府跟国教 一直在说 不是人的那些敌人 也是有母亲的 母亲也是有梦想的 也在帮他们 这个缝织袜子 要表达就是 对儿子的关爱 是一个母爱的象征 不要只是看 我方的好处 这些好处是假象 我们也受苦 但是对方一样也受苦 好 这个是你们有想法 为了提问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去看Wilford Owen的诗 Wilford Owen 他本来就是个诗人 他本来写的是非常传统的 就是 永务抒情诗 但是他开始打仗之后 他也觉得说 有更重要的东西 要写 要刻画 他比较知名的一件事情 是 这件事 Owen was killed in action a week before the war ended 一战结束前一个礼拜 他战死了 所以他的人生 本身就是一个 对战争的批评 这么有才华的诗人 死得如此不明目 好 我们看两首他的诗 但是我记得提问只问了一个 对 我第五个问题是让你比较两个诗人的作品风格 Dolce et decorum est 这个标题是拉丁文 下面就是有介绍 但是其实我先卖个关子 因为这个是这首诗结尾 最经常有利的点 all went lame all blind drunk with fatigue deaf even to the hoots of tired outstripped five nines that dropped behind gas gas quick boys an ecstasy of fumbling fitting the clumsy helmets just in time but someone still was yelling out and stumbling and floundering like a man in fire or lime dim through the misty panes and thick green light as under a green sea I saw him drowning in all my dreams before my helpless sight he plunges at me guttering choking drowning if in some smothered d dreams you too could pace behind the wagon that we flung him in and watch the white eyes writhing in his face his hanging face like a devil's sick of sin if you could hear at every jolt the blood come gargling from the froth corrupted lungs obscene as cancer bitter as the cud of vile incurable sores on innocent tongues my friend you would not tell me with such high zest to children ardent for some desperate glory the old lie doltea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soy 这首诗一开始 是一个意象 一群士兵们 腰弯过去 像是 老的乞丐 背着带子 那这边他们就是背着军装 knock kneed 是说那个走路的时候膝盖已经在发抖了 就是如果把两个膝盖放在一起的话会敲撞 会knock 所以膝盖已经在发抖了 咳嗽的像老玉就是老老太太一样咳嗽 hag是一个对老女人的一个负面的描述 对 我们穿越 泥泥泥 sludge 泥泥泥泽 边骂边穿越过去 直到 我们终于可以转向 背对着 那个 那个flare是那个就是你会会就是向天空发射的那个光焰 这个中文叫什么 现在还会在用 就是在黑暗中 看不到的时候 会可以射出一道 应该是 要斑什么东西啊 不是不是不是 照明火吧 照明 不行我想知道 信号弹 照明弹 信号弹 所以终于可以背对着那些那个 Hunting这边是阴魂不散的那些信号弹 那个照明弹 然后可以开始又慢慢的寸步难行的 开始朝向我们远方的休息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进度达到了 然后将官们让他们就是回到本营去 那这个告诉你们 这个是在晚上 要发那个社区照明弹 已经深夜了 很多人边行军边睡 等于是半睡半醒的在行军 很多人靴子不见了 但还是要继续就是 跑着脚前进 他们脚上都是血 Shod S-H-O-D 意思是以什么当鞋子 他们以血鸡血斑当鞋子 所有的人 都变成白咖 所有的人都变成盲人 都因疲劳像是喝醉了一样 连 那个Five Nine是那个大炮 连后方掉下来 醉下来的大炮弹药 那个炸弹 的那个呼啸声 都听而不闻 就像是 那个 没有听觉一样 就是已经疲累到这个情况 那他这边连那个 大炮的弹 子弹都 形容说 他们连那个 炮都累了 大家都累了 整个就是一个疲劳的状态 然后呢 突然有人喊说 有毒气 有毒气 那毒气来的 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 回来继续看 好 线上看的同学 不好意思 我刚刚忘了开那个录影 所以这首诗的后半呢 有疑问的话 之后可以来找我 我们先看下一首 Futility 这是今天他讲的第五首诗 Futile是没用的 无用的 没救的 所以Futility是 没救 无用 名词 Move him into the sun Gently its touch awoke him once at home whispering of fields half sown Always it woke him even in France until this morning and this snow If anything might rouse him now the kind old sun will know Think how it wakes the seeds woke once the clays of a cold star Our limbs so dear achieved Our sides full nerves still warm too hard to stir Was it for this the clay grew tall Oh what made fatuous sunbeams toil to break earth's sleep at all 所以什么是无用呢 把它移到 阳光下 曾经 他柔和的触碰 让他苏醒过 在家的时候 阳光向他低声 呢喃着 播种到一半的农田 就是可能家里是务农的 所以是家乡在呼唤他 在 阳光总是能够把他唤醒 即使在法国 也就是在法国打仗的时候 也有用 直到 京城 以及这一个雪中 所以就是人家死了 这开头的意向 非常动人 他说 每次每天早上照到阳光 就让这个人想到他务农的家乡 在法国战场上 即便在打仗中 也是一样 这算是你知道 你去从容 远离家乡从容的时候 多么想家 家里一丝一毫的消息 都弥足珍贵 这个阳光 为这个士兵 对这个士兵人 阳光就是烧来家里消息的 的人 就是这个阳光 让他能够跟家乡 保持联系跟连结 让他不至于成为一个 无所适从的 一个 无名士兵 这个连结 一直在维系着他 直到今天 那他的 显然讲话的人 是他的就是兄弟 若有任何东西 能够现在把它 让他苏醒 to rouse somebody 让人苏醒过来 那和蔼的老太阳 铁定之道 所以原本的意思 是指说要用太阳 让他唤醒 但是现在又把太阳 拟而化了 即便太阳本人 没办法 唤醒这个士兵 但是他们两个是 救世了 他本人做不到 他一定知道 有什么方法 想一想 想一想 这阳光如何让种子 苏醒 曾经 唤起过 冰冷星球的土壤 这个就是讲 创世纪的时候 上帝创造原类 亚当是从 泥土中塑造出来了 然后上帝吹一口气 他就被赋予灵魂跟生命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西方的那个 叫什么 funeral是什么东西 我都会想不起来 葬礼 商礼 你有没有听过 西方商礼 有时候牧师会讲说 from ashes to ashes from dust to dust 我们 从尘埃来 死后也回归尘埃 是这个概念 是这个概念 所以想想太阳曾经 那这边就是把太阳 比喻成上帝 这个太阳曾经 把这冰冷星球的土壤 也唤醒过 怎么可能 四肢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才成就的四肢 对不对 就是你要养他18年 19年 dear这边是昂贵的意思 如此昂贵才成就 就是说你花这么多力气力 去让他生长的四肢 side这边是指身体的两边 但其实讲的是手臂 装满着神经 而且现在还有体温 这些四臂 这些四肢 难道真的 要让他唤醒是太困难了吗 stir也是唤醒的意思 跟rouse上面的rouse是一样的 难道就这么弥足珍贵 这个投下这么多精力 去培养的身体 还有体温 难道要让他 让他苏醒这么的困难吗 太过困难吗 那土壤是为了这样的结局 才长大成人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是什么 让这些可笑的阳光 生病是一道一道的阳光 勤奋努力的 打破土壤的睡眠呢 二十年是他土壤的意思 所以整首诗 从一个自然与宗教的观点 在首一是在歌颂 就是生命的贵重 对吧 就是花了这么大把力气 才长大成人 然后借此 在凸显战争的浪费 对于生命的浪费 那我提的问题是第四题 你觉得这首诗 有一反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吗 subvert是破坏翻转 那当然传统宗教观念 基督教观念就是 不是大自然唤醒人类吗 是上帝唤醒人类 所以确实有一点不同 但另一方面 他的意向是阳光 阳光都是阳光 在做苏醒的动作 所以阳光苏醒的种子 阳光也能苏醒人 就是不管是造人的时候 还是每天清晨的时候 这是一个差异 另外一个差异是 人为什么而活 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里面 人活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人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问说 人活着干嘛 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意义 你每活一秒 就是在赞扬上帝的创造物 就是你本人 但这首诗却问的是说 好不容易长大成人 就这样死了 那还不如当初就不要 让他活过来算了 所以这个观念 确实跟传统的基督教观念 是不一样的 但终究是殊途同归 因为他最后也是在 哀悼一个士兵的死去 这首诗的观念是活了这么短 基督教观念是 生命的结束 但是两边都是在哀悼 同样失去生命的状态 其实从这首诗对于 传统基督教观念的扭转跟挪用 其实跟前面几首诗也蛮搭的 有没有 那句拉丁文 谁会讲拉丁文 通常就是教会的牧师 祈祷的时候 也许你不知道 1965年之前 天主教的祈祷都是拉丁文 你听不懂也没用 那英国国教基本上都是跟着 大部分事情是跟着 天主教的步伐在前进 所以那个时候 你们信息日去 做礼拜的时候 那个前面的牧师的祈祷文 都是拉丁文 所以上一首诗用拉丁文 就是神职人员在鼓励 年轻人从军 为国家牺牲奉献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几首 我们今天没有挑选的诗 也是在抨击神职人员 这个鼓吹战争 这件事情 当然他们一开始 也许不希望开战 但是一旦开战 就一定要赢 这个态度 是战争诗人 常常会去抨击的 你知道即使今天 现代的军队出战 出任务或开战前 常常会请随军的牧师 帮大家祈祷 能够给予胜利 然后能够安然的回来 安然回来 OK 给予胜利 就不一定了 这个就严格上 就已经脱离了宗教的范畴 进入政治范畴去了 好 所以对于这首诗 以及这个讨论问题 有没有想法或意见 好 第五题就是要比较 这两个诗人的风格如何 所以我们整体稍微来看一下 Sigfeet Sassoon 第一首 跟随单一的士兵看到的 就是各种恐怖的景象 第二首 士兵杠上将领 彼此互看不顺眼 然后彼此陷害 也不是陷害的 士兵只是骂人家 但是将领 是让士兵们挂掉了 第三首 在讽刺家里的女人们 不了解 也不愿意了解战争的真相 单纯把敌人去人化 所以我可以说Sassoon的诗 是比较有讽刺意味的 然后也比较着重在 那个 你不能说诗情话译 就是比较有诗的意象在那边 比较着重在那个 单一的时刻 单一的moment 那个当下 有没有 要么就是在洞穴里 要么就是遇到将军的那一刻 要么就是在家里 壁炉前面在缝袜子 没有 单独的时刻 那Wilford Owen呢 他第一首诗是 这个 毒气 第二首诗是 那个太阳也照不醒的 已故士兵 感觉他的诗的格局比较大 像毒气这首诗 他虽然是有刻画这个场景 可是他中间有插入一个 现在式的 从现在回忆 以往那个心灵的创伤 然后再带回整个国家 对于这个战争的观感 观感跟处理方式 确实是从一个一个个别的事件 但是有扩大去探讨 他的各种影响跟连结 那当然他也有一些讽刺的 那些战争诗 只要是负面的诗 通常都会带一点讽刺 讽刺就在于前面这么苦 但是你最后说 却说为国家牺牲是甜美的 一点都不甜美 那吴庸这首也是一个 一件小事情 但是格局非常大的一首诗 小的事情就是士兵挂了 这个在这个 一战期间 成千上万的士兵都挂了 所以不能说是稀奇的事情 但是藉由跟阳光的连结 家乡的连结 乃至于这个宗教的连结 把这个一个单独士兵之死 这个扩到最大的格局 让你真正感受到 一个人失去生命 是如此天摇地动的创伤 一种悲痛 还有自然 对不对 讲到播种 播种 也是他格局的一部分 这一首诗 真的要讲的话 有一点点irony 讽刺 就是最后两句 如果 人 这个士兵养了18年 就是为了这样的结局 那还不如一开始 不要把他唤醒 不要单身下来 不要把他变成人 你要记得就是 文学研究当中 讽刺并不是 并不仅限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说 在讽刺在骂人家 只要表象跟内力 有出入 都是某种讽刺 irony 所以这边的表象 就是 大自然 上帝 万物 都非常努力合作 养活了一个人 养到18岁的 但是 内力就是 遇到战争 这些奴隶 养育 通通都不值钱 人说死就死 所以生命的价值在这边就有表象跟内力的差异就是一种讽刺 但是整体而言 那个讽刺的强度没有 Sasun的诗那么的强 欧文的诗 他比较着重在于内力的部分 像那个Sasun我们一开始有讲嘛 他原本不是诗人 他是觉得这些体验一定要分享给家乡的人知道 他才开始写诗 所以他是有特定锁定观众的 读众的 他就是要把这个凤事凸显给人家看 可是欧文他本来就是个诗人 他的关怀比较像是在捕捉这个当下 或是捕捉这个感觉 或是捕捉这个情况的深层含义 所以在他诗里面出现的讽刺 不是他刻意加进去的 是伴随而来的 很自然出现的讽刺 所以譬如说《毒气》这首诗 诗病很累 毒气有人死了 然后死了之后让这个说话的人 今天都还在做噩梦 那其实讲到今天还在做噩梦 也下之意是说他已经脱离战争了 他可能回家休息了 或是去住院了 对吧 如果你还在战场上就是可怕的事情天天发生 比较不会 就是你做了一场就是战后 创伤症候群的噩梦 你醒来之后你没有空去想 你一定要马上处理下一件事 是得以离开战场的时候 才会特别受这种噩梦的苦 所以他既然回归社会了 即便只是休假 他就看得到一般平民对于战争的看法 他就听得到星期天牧师 鼓吹年轻男人参战的这一句拉丁文 所以这些都不是刻意加上去的 像上面那个Glory of Women那首有没有 Sasun是最后一三句刻意转到德国的母亲 非常刻意 但是欧文就没有 欧文就是他本来就是在这个当下 左看右看观察到的东西 所以他的诗里面的讽刺是战争状态当中 本来就存在的讽刺状态 大概这样吧 对于这一题以及这五首诗 你们有没有问题或是要发表什么感想 我问你们啊 因为我平常文学课是用英文教嘛 他这次用中文教你们觉得就是效果怎么样 可能念文章的时候又英文 然后提示的时候加点中文会比较了解 啊是 OK所以就像我这次是整首吧 念完再解读 你是说就是一句一句念完解读会比较清楚吗 我觉得一句一句我个人比较喜欢 OK OK OK好好谢谢 那就是用中文教英文诗 等我先把录影停下来 先把录影停止 今天 gathered parti undert vision的 三种文革钚 重点 是 张钻 大家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